十年靠什么赚钱 中国首富给你指明了方向 2023年的胡人富豪榜刚刚出来 首富是谁 是农夫三权的中山厂 身价四千五百亿 那么跟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三点 第一点 中国是一个消费品的大国 消费品是一个人口基数的生意 中国有十四亿人口 中山厂卖一块三一瓶的矿泉水 都卖成了中国首富 那你做不了它这么大 多个小的消费品 也是非常可观的呀 中国的人口基数是美国的四倍 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 所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消费品 任何一个细分的领域做好了 你都能获得很大的规模 第二点 消费品牌是极其稳定 富城河极深的一个品类 你看不论评价 说中山厂 最近商业 身价都是四千五百亿 没什么波动 没什么变化 为什么 这叫低价消费 生活必须消费 不管你那个经济增长 快也好慢也好 这一块多钱是水里总得喝吧 那个猛牛伊利 这个流浪你的喝吧 对不对 它影响不大 你看猛牛伊利 都是一千多亿的营业额 说证明中国消费品这个市场 特别巨大 而且消费者对消费品牌 极度忠诚 尤其是食品品牌 为什么 前世里面有一个安全感 什么意思 他不敢轻易的尝试那些 杂牌和新出来的牌子 因为有一个安全问题 潜意识觉得 老牌子 大牌子 食品之间可靠 说一旦消费品牌 尤其食品的消费品牌 一旦立足了以后 那这个现金流 源源不断 中山厂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个 中山厂特别奇怪 他在六七年前 他就说反对电商 电子商务没有创造新的价值 他不应该拿那么高的渠道费用 说他是一个 做线下实体为主的一个企业 那给我们看到了一种思路 就是大家现在都是 容易被头部主播 被网络 被留恋绑架嘛 钱大部分去交给平台 交给头部主播了嘛 渠道费用占比太高 那中山厂给我们看到一条路 你做好产品 做好品牌 走第一面渠道 你可以获得剧烈了 也能够成为中国首富呀 所以从中山厂成为中国首富 这点看 中国是一个做消费品的天堂 做任何一个细分品 做好了都能获得上十亿 乃至上百亿的营业额 一旦做好了又非常稳定 消费品对品牌忠诚度极高 不被互联网绑架 不被电子商务和直播带货绑架 所以我建议我们年轻人 可以在互联网上创业 如果你正在创业 是不是遇到下面几个问题 定位不准 产品不好卖 或产品出来以后 有流链危机 投广告 今天有效率 明天没效率 那么所有的流链危机 销售危机 本身就是产品危机 还是你的需求列的不准 产品创新度不足 或者品牌民企的不好 广告语不栏栏散口 没把利益减格大家 所以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你看我们辈人家豪志心 都卖得还不错 我经常遇到一些创业者 拿一个产品说 哎 杰主王这个产品怎么卖 其实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产品没有特点 叫神像也卖不动 其实我们是在产品做出来之前 虽然是对消费者有深刻的动静和理解 然后会把品牌民广告语 捉摸得很透的人 而且我们以前打广告 别人觉得我们一投的几个亿 十几个亿 实际上我们刚开始投的 是很小的投入 我们做时效一下 做挣钱的投入 所以我把这个二十多年 我们做好地形 贝贝加日零一本 这套方管论 总结出来叫 营销四字经 细微巧实 细就是细分需求 红海里面找蓝点 找到一个极细分的领域 然后再做创新 那个V就是做V创新 不要做大的迭代 商业社会里面 没有那么多伟大的时代 都是一点一点精进 一点一点慢慢改变的 巧就是品牌名 广告语要起的巧 实就是只做时效营销 我们把这个方法论 都放在我365的课程里面 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的小黄车 可以购买